19级台风 猫瓦 马娃 未来目标是台湾的可能性非常高 5月26日上午6点 中心位置预估来到在北纬13.2度 东京141.3度 关岛西北450公里海域 中心气压910百帕 级别超级台风 中心时速280公里 风力19级 瞬间最大风力20级 强烈台风等级 以时速2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前进 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65公尺 瞬间最大阵风每秒78公尺 7级风暴风半径250公里 10级风暴风半径100公里 70%几率半径60公里 未来趋势 马娃台风以时速25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偏西移动 系统正处于深层附热带高压紧 向东北方向的转向导引下 并将继续向西北西方 在通往巴士海峡的直线轨道上前进 两天内达到时速280公里的巅峰 之后 因水气不足进入相对较冷的海域 将在五天内逐渐将强度降低到时速175公里 因中纬度低压槽向东南下移 开始反曲转向东北 并绕住负热带高压几轴超西北旋转 因为他的目标是 台湾